郭九条 梦中的郭九条 在国内引起强烈反响 强烈反响 这国内网络炸了锅 炸了锅了 这郭九条发誓 在说之前 前一分钟我都没有认真想过 没想过 没计划 很多人发信息说 文贵啊 你从谋很久啊 思虑很久啊 都在计划之中 错了 绝对没有 完全是属于胡咧咧 梦话 严格叫比梦话还胡咧咧 这是发自内心的 亲爱的战友们 但是呢 我觉得好用啊 挺好啊 中国需要啊 比如说 那我原来还说过呢 中国的教育部 教育部和中国的卫生部 这两个部 应该提升为国家 副国级 由副主席担任 啊 专用副主席 中国的教育太差了啊 啊 中国的医疗太差了 中国人现在被洗脑成了全人类的笑话啊 大家不知道 很多咱们中国同胞出来以后 你讲话你的行为 被人家成为笑话 这是为啥那个王健被杀之后 去那个纽约的全警察 退休警察 我们是团队 去这个录音啊 去人那个酒店的总经理说一句关键话 中国人很奇怪 不知道中国人很奇怪 中国人很奇怪 他无意中说的话啊 我们在很多地方 他们说我们很奇怪 原因是什么 因为我们脑子顶着共产党的这个石帽子 他给我们完全给我们洗脑了 我们的祖宗伯伯的孩子们 从来没像今天在全世界不受待见过 咱们的孩子都特别优秀 但到哪招人烦 你说他咋办 哪有这道理吗 所以亲爱的战友们 这就是为什么要灭共 为什么要灭共贼 全人类都不要的东西 棺材 他自己设计 自己造的棺材 他从来自己不用 他都给人民用 这就叫共产主义 我原来说过 有一个东西自己造的 自己弄的 他从来不用 他也不喜欢 他都让别人用 叫共产主义 这就共产主义 所以现在你看 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脸了 砸自己的脚了 什么美帝国主义了 天天水深火热了 天天这个冰雹了 你看看人家的国家 你看看人家的经济 前所未有的好 在中国最让人看不起 就是私人企业家 共产党最看不起 连小三都不是 大家一定要好好看一看 我认为我最好的采访一次 没有任何准备的也是 就是BBC的采访 被他们给 共产党给拿掉了 在网络上非常非常多 这个影响特别大 BBC的采访 我就说过 中国私人企业家不存在什么权钱交易 你没有这个平等的权利 什么权钱交易 老子抢你的 你的都是我的 命都是我的 私人企业家就是小三 小三和妈咪的关系 这妈咪共产党要抓嫖了 你有啥呢 以抓嫖为由 掠夺你的财路 把你送进监狱 让你失去自由 还搞连作 把你家人给灭了 所以说中国的私人企业家 事情最惨的 亲爱的兄弟姐妹们战友们 那么 所以说 咱们现在私人企业家 还为共产党在卖命 哪有这道理呀 咱们私人企业家到外 没人看得起 谁看得起你呀 一 人家认为你都是腐败出来的 二 都认为你这帮人 根本没有脑子 没灵魂 就是金钱的奴隶 都爱钱 但是不一定当钱的奴隶 都爱钱 不一定当钱的奴隶呀 亲爱的战友们 那么我们中国人现在 在全世界混到这个样子 GDP达到世界第二了 按照共产党的宣传说 很快我就超过老美了 2025 2035 2049 世界老大了 所以说 你想想 这个时候人民还在被洗脑 还有网络空子 这叫四个自信吗 王岐山是华尔街的老大 但是 他是牺牲了所有中国人的利益 查查过去这几十年 中国所有的金融机构 国有企业在美国西方上市 都肥了谁了 跟中国老百姓有一毛钱的关系吗 全是被王岐山的 朱镕基家族 江泽民家族 江志成 输送利益 维护了自己的权利 真正的卖国贼 几万亿 十几万亿给了西方 这都可查的吧 钱去哪了 为啥给他们了 就是维护了江家 王岐山家 朱镕基家 所有这些家族 在美国的核心权利 影响力和利益 让他们的私生子女 在西方得以安全的生存 这才是核心 王岐山在华尔街的影响力 不是 是中国人的血 和中国人的命 给换出来的 昨天下午 一位美国朋友说 关于谈的这个 中美协议谈判 说 中美之间的谈判 一条一条的 你这样 我这样 你这样我这样 然后呢 怎么受监督 但是 王岐山在背后提出一条 所有这个协议 绝对不准公开 不准公开 不能给国会 哈哈哈哈 美国人那不可能啊 美国的法律 必须给国会 国会有权公开的 这是核心的本质 他们翻脸了 那我要改了 我一改 川普变议了 咚 灭了 这就为什么 我最早的时候 我说过 中美协议谈判 我在 半年前 一年前我就说过 一定是荒谬的荒唐的结果 现在美国很多人说 见了我 哎呀 你厉害呀 Miles Goy你厉害呀 我没有感觉 我说是太正常了 一个内部人告诉我 他们打算 就是要拖美国人 玩啊 拖啊 拖啊 把你拖到川普总统 你第二期选举前 你干掉 让你失去中期选举 啊 失去国会的支持 然后呢 寄虚妄疑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 通俄调查 啊 把你灭了 制造各种丑闻 在全世界 在华尔街各种影响 把你川普给灭了 严重的说就是影响美国内政 操控美国内政 把你灭了 然后你就跟我谈啥呀 不用谈了 这是过去一带的路子 啊 一概的路子 然后再给你来一个招啊 这也不行了 我也给你签啊 呼呼咙咙咙呼呼咙咙咙 吹到时间最后 然后呢 第二个选期 你可能也没了 就是第二个选期 你能选成你川普总统啊 我通过华尔街的影响 我也不对线 但是没想到 川普总统来真的啊 一条一条来啊 还来得细哲他们 然后呢 必须得公布 这一下露相 这些小偷骗子 被揭穿了一样啊 这个说我有十一个手指头 别说你伸出来看一看 一伸我急了 然后打一叶嘴巴 我不跟你玩了 我不跟你玩了啊 我就十个十一个手指头嘛 你就十个手指头 你没有十一个手指头啊 这就是共产党 跟老百姓耍联邦 他说你事儿 什么这个扰乱社会秩序啊 什么骗贷啊 你给了我太多钱了 你郭文贵 你带我三十个亿 你给我四十六个亿啊 把你抓起来 跟美国人玩这个 美国人不管那套 老子就给你 直接给你抬税了 完了 揭穿了 大家想想啊 这个税的协议 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东西 不能让中国人知道 不能让世界知道 这么多天 这两天 全人类的报纸 没有一个报这个重点 我们伟大的台湾 伟大的香港 这么多自由媒体 这么多传统媒体 按郭小夏女士说的 你们叫传统媒体啊 我们叫自由媒体 你们的传统传呢 统呢 传统在哪呢 咱们传统一下呀 咱没这样说 核心的本质将决在这呢 为啥不敢公开这个协议 为啥不能公开这个协议 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事 为啥私会协议又跑了 美国来 刘鹤又要来谈 然后马上大家注意啊 私会协议的不到十几个小时 马上南华早博说 是习近平开会说 我承担全部责任 把王岐山救护队长 又退一边去了 又成了习近平了 背黑锅了 他们都是一伙的 他们又跟他一伙 他爱谁谁谁 但你看到王岐山有多厉害 创作媒体 江家有多厉害 江之城 第二个你发现了吗 马上有人说了 王岐山要防美 王岐山要防美 大家仔细看看这个厉害 王岐山要防美 昨天下午我听说 头两天王岐山在北京 见了一个台湾的 私下台湾人 说最后说的时候 这人说台湾 最坏的结局会什么情况啊 这个王副主席 王岐山说了句 多在大陆买点房子吧 这哥们就当事了 回到台湾给人说 哎呀我见了王岐山 说我让都大陆买点房子 看来真要打台湾 你说这种愚蠢的东西 卖台贼 卖台贼 早晚一天我跟你说 你要付出代价 跑到大陆去问大陆这个盗国贼 台湾怎么办 就人吓唬你说 都买了几天房子的大陆 你就赶快在这块替他宣传 你说这台湾能打仗吗 一个宣传就把你灭了 所以说你看王岐山操控华尔街的能力 操控世界媒体的能力 操控真相的能力 还有一个 在这个之前 中共有一个秘密会议 这秘密会议的信息 过两天我再说 现在我不说 这大家都说说 传统媒体都说说 然后再轮到我们像路德先生啊 我们这个战友之声啊 我们这些大卫小哥啊 卡丽西啊 是不是 我们这个细思小哥 我们这些自由媒体 自我负责 自由讲话 没有天花板 没有左右墙 没有主子 没人发工资的 自我负责 自我养取 完全是为自由负责 完全自由讲话 自由媒体就是想讲啥讲啥 这个传统媒体就是该讲啥不讲啥 不该讲的一定讲 这讲什么 讲听老板的讲 你自己讲的不能讲 所以叫不自由的媒体叫传统媒体 又发工资的 听人家话的 当人家嘴巴的 叫做传统媒体 所以小夏女士离开VOA 真是天忆 这样人就不应该带到VOA 看VOA现在还有人看吗 都看VOA都成了傻叉了都对不对啊 所以说亲爱的战友们 看事实 不要看现象 所以昨天这个文贵这个梦中郭九条 影响巨大 听说国内 国安找了很多战友在威胁 不准传阅不准传阅 听说这个网络上一片大喊之声啊 好啊 很多年轻人说 你看真打到这一步的时候 像那个大卫小哥啊 耿延啊 像小渣啊 还有庄烈红啊 这年轻人啊 包括现在闭关的郑氏小哥啊 包括我们就是的豆豆啊 包括路德先生啊 还有Sara 都应该回来当这个领导这个国家啊 那为国家带来很好的效益 所以我说国内网警就紧张了 因为什么 这个年轻人太多人参与了 昨天一夜之间 咱们的一夜之间啊 敏感词在网络上爆了火 还有就是台湾 彭文正先生火了 原来都不知道谁叫彭文正 这个文贵一推啊 这一下子火了啊 彭文正先生啊 政经关不了 这位看来真的关不了了 大陆巨火 真的大陆没多少人知道 因为我有核心的消息 大家看电脑 多少人看 随便一个都是六千万以上 随便一个都是两三亿四 两三亿四不一定的两三亿人啊 所以咱那一推出去 彭文正先生火了 谁是彭文正啊 发现一帅哥 一大帅哥 台湾还有这样的帅哥啊 不是说话都嗲了嗲气的 还得这么帅哥啊 好 不都像马英九似的 好 直接 所以说很有意思啊 战友们 现在这个自由媒体的力量太大了 自由媒体啊 才是真正的媒体 才是真正的未来 这是毋容置疑的 大家千万别失去了自信啊 得失去了自己 今天啊 不直播 原因就是不去啊 让这个路德先生啊 什么西斯小哥啊 大卫小哥啊 这所有的战友们啊 这个跟你们冲突啊 我还得开会 刚锻炼完啊 再次告诉战友啊 一定要记住 没有人说你做不到 都能做到 关键在这儿 一直 一直 都能做到平板城 30分钟 没有任何问题啊 我今天就做了25分钟以上 因为我昨晚上就没吃东西 今天做的时候就 我设定了就是25分钟 结果做了25分钟多一点 不到26分钟 只要你心想 只要你坚持 没有做不到 亲爱的战友们 今天的文贵这个报平安啊 就到这儿